那大概放了一段時間 你看到這邊氣溫已經去到很低溫了 然後細菌的話也已經殺光了 哈囉阿蘭大家好我是小優 歡迎回來小優的OSG Not Including教學 今天呢要來教一下新版本無氧噴泉的利用方法 在木牆更新之後變得非常非常的缺水 而在遊戲裡面呢主要的好處的地方就是種植跟供養了 就算你不打算種植物給小人 供養還是需要用到水的 那如果我們找到其他方法去供養的話 這是不是說可省下一部分的水了 而新版本裡面無氧噴泉這是我們可以利用的對象了 小優有再試一下算過 大概一個無氧噴泉可以養活一個小優啦 就等於說一週期可省下67千克的水 省下來的水你愛怎麼用就怎麼用吧 也可以加一個小人啦 那無氧噴泉要怎麼去利用呢 首先你要先確定你的這張地圖有沒有無氧噴泉 因為它並不是每一張地圖都有的 如果沒有的話可能要再重新開一張地圖再找找看喔 在你找到無氧噴泉之後呢 先用鑽石蓋兩個導熱鑽塊在這裡 放一個用鐵做的金手鑽 之後用深水晶把它圍起來 那這個可以先補放 在這裡放一個排水口 之後裡面倒進污水或者是水 倒滿之後呢 排水口把它拆掉 換成磚塊 之後把這個拆掉 讓裡面的水跑出來 這樣做的話 我們就會確保裡面是剩下無氧了 之後等它下面的水流到差不多的時候 就把它關掉 然後在上面放兩個磚塊 把下面這兩個拆掉 換成氣體磚 然後在上面這兩個放原油 放完原油之後 你要確保這兩個都有 就把下面這兩個磚塊拆掉 之後原油會掉在這個氣體磚上面 然後也擋住了下面 烏陽跑出來 所以你看到裡面 只剩下烏陽的話就成功了 之後 用深水晶往上四格 往右邊五格 在透氣磚的上面放兩個濾鏡機 旁邊放一個氣體磚鎚 上面放自動化的細菌感應器 再來就是自動手臂 輸送帶 那裡面線路管道接接 之後在對角的位置 放兩個打熱磚塊 然後這裡就回封起來了 那下面這部分就是放冰樹的地方 深用深用水晶把這裡圍起來 之後這一個放原油 那一定要原油 然後放水磚 花盆 架小人來把冰樹放進去 放完冰樹之後 在這邊放島橋 這樣也放一個 跳線放在這裡 之後確保裡面有氣體的話 就可以把它關起來了 那這邊就先讓它放一段時間 等它把這邊都冷卻 冷卻的用意是把裡面的細菌都殺掉 冷卻的用意是把裡面的細菌都殺掉 然後細菌的話也已經殺光了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開始把沙子從這邊運進來 你在外面放一個裝蓋機 那沙子放進去 然後就會運過來這邊了 然後自動手臂就會從這邊把沙子拿出來 運到下面的空氣濾鏡機 空氣濾鏡機就會把下面的物氧抽掉 抽掉之後它會排出氧氣 可是因為這邊有原油的關係 它不會在這兩個排 所以它只能往上面排 所以這樣的話 氧氣只能在上面 烏氧只能在下面 所以這邊原油是做了一個分割兩邊的作用 也因為這邊有原油的關係 所以它們是會無限排氣的 那大概放置一段時間之後 你會發現 這邊會降到很低溫 這邊也是 這邊已經-20幾度吸 那如果你遇到這種情況 我剛剛放的這個導熱磚快速有用了 你在它上面 這一個換成金手磚 然後上面放一點水 那水的話你可以放 接近30度吸 來幫它小微加熱一下 讓這邊不要太低溫 不過最多也只能去到5度吸 10度吸左右啦 那如果你要常溫的話 應該是不可能啦 因為它要做下菌的動作 如果常溫的話 這邊細菌基本上是殺不掉 那這邊你只要你配合你的其他激氧方法 把不同溫度的氣體溫合起來用的話 那就還好 其實低溫也沒有什麼差別 那這一個的話 就是 細菌感應器 它沒有細菌的時候 它才會發動這個邦谷 那邦谷就把氣體運到你 鬆口去 那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這邊水的話 那你也可以再加一個 加熱器在這邊 然後 它溫度去到30度去以下 就只要加熱一下 這樣也不會浪費很多點啦 好 那今天的教學 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幫忙按個讚 如果你想看我做出的更多 東西進到銀庫點教學的話 也可以訂閱我 或者是你有什麼想法 不懂的地方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給我 我是小葉 我們下一次再見 她會成功 給聞摘 便敬 enan 敬請